同样有安全疑虑还有台中市出现了一名外国人在大马路上面划着滑板 疑似想要省点力 竟然就用手扶着前方的车辆穿梭在车阵当中 经纪的画面也被分享到网路上 但这嫌搭便车不仅危险 下去警方也表示这样子的行为一经处罚 一辆载机车的货车缓缓形成大马路上 但车内驾驶和乘客却觉得车子有点卡卡的 往前行驶时车尾似乎有个拉力 透过后照镜一看 居然是一名划着滑板的外国人跑来搭便车 外国男子一手攀附在货车上 双脚划着滑板左右移动 闪避路面的高低起伏 就这样穿梭在车阵中至少滑行了百公尺 由于事发电影在台中路是主要干道 车流量相当大 不少运动人都被眼前画面吓了一跳 我看来 我看到的是他扭在车后面 因为这么贵 过程中外国男子不仅露出一脸参笑 还不断比出大大的赞 看起来是要和货车驾驶道谢 当时人家画面分享到网路社群 网友惊呼这根本是在玩命 难道是天气太热才会涉嫌搭便车 如果货车击杀后果不堪设想 本分局未接获报案检举 将调查证实器查明行为人身份 据开罚 辖区警方强调这样的行为可开罚五百元 提醒民众千万不要谈吐意识方便 造成自身和他人的危险 继续网友 视频网友 台中报到